然後我們就不管這個 這個你想想看如果你以後去上班 除非你家裡給你一筆錢 你馬上創業你就當到他 不然的話你應該進到一個公司 對不對 或者你爸媽希望你接受一些訓練 所以你就會從機場開始做起 那你想想看假設你到一個地方 是創業行銷的地方對不對 然後長官就說 外國有一個很有名的科興 我們要把他介紹到台灣來 我們就要開始整個配套要做 但是首先很大的衝點 要把他的名字翻成中文 然後你就接到一個名字Lady Gaga 怎麼辦 你要怎麼翻譯 然後就回家想 想十個名字 你不能說我就直接想一個 然後就叫你的長官要接受 那這回事 長官他要想出來是長官的那種感覺 所以你要很多 然後給他挑 然後搞不好你要有一個企劃案 然後你還要做Present 是不是 你有一個Presentation Odo Presentation 然後你就要講 我第一個名字是這樣 這是我最喜歡的名字 然後因為是這樣有什麼點部 配合什麼文化 然後再根據什麼 然後接著想要怎麼樣 唸起來是不是很catchy 然後什麼什麼什麼鬼的 所以我認為是這樣 那但是其實 所以我有第二個可能 不不不不 所以這是今天的作業 想想看